而且這些老闆會很喜歡說 欸 律師啊 如果呢 都依照法律來走 那我請律師幹嘛咧 欸 你請律師 卻要律師教你違法的東西 我覺得你才奇怪吧 大家好 我是新陳律師 在這個歲末年初的時刻 通常往年 大家都在等過年了 不會有什麼大新聞發生 沒想到台灣最大的網路書店平台 博客來 卻在這個時候 爆出危機公司信譽的事情 根據陳又行律師的臉書發文 有名博客來的清潔阿姨 有在公司打掃了二十幾年 都有準時打卡 上下班沒有請過幾天假 打掃都有符合公司主管的指示 現在呢 公司突然說明年不續聘了 證明清潔阿姨二十幾年來 沒有勞健保 沒有三節禮金 現在才知道 竟然連退休金也沒有 實在是很誇張 原來呢 博客來是跟阿姨 簽了清潔服務承來合約書 但是呢 從契約內容看起來 阿姨跟博客來之間所訂立的契約 根本就是雇用契約 只是呢 博客來以每年簽署 承攬契約的名義來包裝 藉此規避雇主應該按月為勞工負擔 勞健保費用 以及提拨6%的勞工退休金 等等責任 氣得成律師說 他怎麼也沒想到 網路書店霸主也幹這種事情 還把這種違法手段 用在這位工作二十幾年 月薪只有29500元的 肝摳狼身上 果然啊 復興美多讀書人 那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之後 直到24小時已經超出 1.5萬人次分享 許多人紛紛留言表示 無法接受賣書的欺負不是字的 再也不像伯克萊購買書籍的 而雖然在輿論發酵之後 伯克萊緊急將總經理調離限制 並且也已經跟當聖和解了 但是呢 這些措施 能不能成功枉救伯克萊的公關形象 仍然有待觀察 好 那這個新聞之所以引起全台灣人的注目 除了被害人的遭遇 實在讓人太不忍心 其實跟台灣長期來 中小企業利用鑽漏洞 來規避勞基法規定的現象 脫離不了關係 雖然呢 我們勞基法規定在那裡 但是很多人卻根本不懂得 勞基法有這些相關的保障 因此 就讓許多冠老闆 有操作的空間 所以呢 這一集 我們就要藉著伯克萊這次事件 一起來跟大家探討 台灣社會上常見的 規避勞基法規定的方式 這集內容真的很重要 大家記得要把影片分享 給更多需要的人 好 伯克萊在這次事件中最大的問題 就是利用承攬契約的方式 來規避掉雇佣契約中雇主的相關責任 而到底承攬跟雇佣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同一份契約 插這兩個字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這應該是在伯克萊這個事件中 最重要的問題 我知道一定有人會問 欸 律師 我們又不是法律系學生 有沒有要考試 知道承攬跟雇佣有什麼法律上的不同 到底要蓋滿 你真的拿得到錢就好啦 錯了喔 影響可大了 這兩種契約的差別 不只在雇主的責任上有所不同 連你能不能順利拿到薪水 拿到報酬 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很多人以為 我只要有工作就一定拿得到錢 合約內容都沒有研究過啊 傻傻的就簽了 最後出了問題 合約一攤開來看才發現 事情早在一開始就已經不妙了 當然最後會出問題 而台灣人呢 普遍對這種問題都沒有警覺性 我們實務上碰到的案例 真的真的太多了 甚至呢 我曾經想要開一個 跟這種問題有關的線上課程 沒想到線上平台竟然跟我說 這個議題已經有其他人講過了 但是呢 我就去那個平台看看 發現沒有啊 他們跟我講的 跟我要提醒大家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所以呢 這就表示 連線上平台 他們也不懂 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啦 再說一次啦 這一集真的很重要 最好趕快筆記抄下來 未來幾十年找工作的時候 都用得到 懂嗎 好 那簡單說 顧用契約在法律上的定義 就是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一定或不定期的期限內 為他方服勞物 他方給付報酬的契約 而顧用契約的特性 我想廣大的受薪 階級勞工朋友們應該也很清楚 像是你要照公司的規定出勤 有的人還要打卡上下班 不能夠自己高興上班就上班 想放假就放假 就算沒有事情要做 你還是要照規定去公司上班 不然就是礦職 那還有 老闆教導你做什麼 要怎麼做 你就要乖乖聽老闆的話 老闆覺得你這個簡報做得不夠好 就算你自己覺得 欸我這個內容明明是天才啊 這個簡報內容 簡直是前無古人 賀無來者 老闆真的是個豬頭啊 欸沒辦法哦 你還是要乖乖聽從 老闆的指示 沒有太多讓你自由做自己的空間 那另外 用契約通常是不定期限的 繼續性的契約 除非工作型態 還是比較特殊的情況 否則老闆一旦僱傭著你 就是要讓你長期繼續待在公司 不是單單就做完一個工作之後 工作完成了就可以走人了 或者呢 是只有短時間的工作而已 甚至呢 老闆要你走人的時候 還要拿出理由出來 而什麼是承攬契約 按照法律的規定 就是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後 他方等工作完成了 就再給付報酬的契約 一般人呢 比較難從文字上看出來 承攬跟僱傭有什麼差別 那我簡單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呢 我現在有個影片拍好了 要找人幫我做剪輯 要上字幕做特效 於是呢 我就找個剪輯師來幫我剪 他剪好了 我就給付報酬給他 這個呢 就是承攬契約 但是 剪輯師需要按時上下班嗎 不用 他高興在大白天工作 還是在半夜剪片 都可以 他只要在我們約定的時間內 把東西交給我就可以了 甚至呢 他喜歡用什麼剪片軟體啊 喜歡上什麼字型的特效啊 什麼片段要剪啊 什麼時候要做效果等等 他都可以自己決定 雖然 我當然會給他一些指示 跟他說呢 我想要什麼風格 怎麼編排 但是呢 基本上他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自由發揮 那這個呢 就是承攬 跟剪輯師同樣性質的承攬工作 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 像是 比如說你家裡要裝潢 要蓋房子 請工程公司 或裝潢公司來做這個案子 或者呢 是你請設計師幫你設計個logo 還是找人幫你寫文章等等等等 簡單的說 我們一般常說的 八包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屬於承攬的範圍 所以呢 這樣聽起來 雇佣制好像比承攬制 是更沒自由 更像社畜 不是啦 我就說就是更沒有自我啦 更要聽從老闆的指示啦 沒錯 雇佣跟承攬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對雇主的服從性 也就是我們法律上所說的 從屬性這一點 那一般而言 如果一個工作 員工的作息時間要依照公司的指示 沒有辦法自由決定上下班休息時間 工作內容呢 也要依上司的安排 跟同事來進行分工合作 而且工作上所獲得的成果 是歸於公司的 為公司的整體利益來工作 而不是只為了個人成就來工作 那麼綜合這些種種的事蹟 我們就會認為 這個工作 勞工跟雇主之間是具有重屬性的 雙方是屬於雇佣契約 而不是承攬關係 而雇佣契約中的勞工 既然要犧牲那麼多自由 當然在法律上也是有額外的好處的 不只要去當勞工勒 那第一個好處就是 當人家員工的話 時間一到 老闆就要乖乖付你薪水 就算你這個月出了一點包 工作沒有做完 只要雙方的雇佣契約還在 醫療基法規定 工資就應該全額直接給員工 而且 雇主不得預扣工資 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頂多你的考基跟獎金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工資的部分是時間到了 就一定拿得到的 但是承攬的話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了 那麼剛剛不是才說嗎 承攬是一方為他方完成工作 他方是等工作完成之後 才需要給付報酬的 但是什麼時候才算工作完成咧 這還要看雇主是怎麼認定的 所以在實務上就常常會發生 接案工作的人覺得自己已經完成工作了 但是發發的人卻覺得 你還做得不夠好 還要再修改 導致一邊一直拿不到錢 一邊一直拿不到完成品的情況發生 當然這個還是有辦法 透過契約的約定來避免 不過那個就扯太遠了 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總之呢 如果你簽的是承攬契約 那麼能不能順利拿到工作的報酬 就會是另外一個問題的 好 另外呢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一個關鍵字 勞基法 對 勞基法不明思議 就是要在雙方是雇主跟勞工 這種雇傭關係的時候才有適用的 如果雙方是承攬關係 就沒有勞基法的問題啦 那大家要知道 勞基法就是為了 規定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來加強勞固關係 這些保障勞工的最低標準 是從工業革命以來 多少勞工歷經無數次的抗爭 罷工啊 爭取修法 一步一步累積到今天 才有這套保障勞工最低標準的出現 那裡頭區分 像是工資規定啊 工作時間啊 休假休息 勞健保 勞工退休金 資遣事有 預告工資等等等等 都是在保障勞工最基本的工作條件 但是呢 對某些 無良雇主而言 這些對勞工最基本的保障 反而讓他愛手愛腳 不能夠盡情的壓榨員工 也因此在台灣 就有很多 冠老闆想方設法要逃避勞基法的相關規定 那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 宣稱自己跟勞工之間 不是雇佣關係 而是其他的成嵐關係 好啦 那前面說的那麼多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看 為什麼伯克萊跟清潔阿姨簽的契約 會被認為是假成嵐真雇佣的契約呢 我們從雙方的契約內容來看 裡頭約定 清潔阿姨要在上班日的上班時間 執行清潔工作 所以上班時間是固定的 不是清潔阿姨什麼時候想工作都可以 另外呢清潔阿姨也必須遵循 公司的作業指導跟管理 工作上也沒有太多自由發揮的空間 而且伯克萊每個月 是固定給阿姨29500元的服務費用 從這些內容看起來 確實是比較符合雇佣契約的特性 而不是單純發包出去的成嵐性質 再加上雖然這份合約是一年一千 但是阿姨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 顯然公司是有刻意以一年一千 並且宣稱這是一份成嵐合約的方式 來規避勞基法相關責任的嫌疑 難怪會引起社會議論 因為即使契約上面寫這是一份成嵐契約 但是法律上還是會依照實質的工作內容去認定 不是契約上面寫成嵐就一定是成嵐的 懂嗎 事實上在台灣這種假承嵐真雇佣的手法實在是太常見了 比如說有些物流公司在招募司機的時候 一方面會說他們招募的司機是無底薪案件報酬的承嵐性質工作 但是一方面卻又會要求司機要按時上下班接受公司督導 變成實際上司機等同公司的員工 但是卻沒有勞健保 而且公司還可以隨時無理由解雇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其他呢像是常見的保險業務員、美髮業、客服人員等等 都很常看到這種情況 甚至啦大家現在直接把自己跟公司所簽的合約拿出來看一下 搞不好你就會發現 你以為自己簽的是僱傭契約 實際上卻只是成嵐契約 當然不是說成嵐就一定不好 有些工作性質確實是比較適合以成嵐的方式來進行 但重點是雙方對於這份工作的性質應該是有共識的 不能夠一方認為是成嵐 另一方卻一直以為是僱傭 那就有問題囉 記得我在接一些公司行號 關於怎麼建立勞工制度的相關諮詢的時候 通常我只要提供勞契法上的規定 建議這些公司行號應該怎麼建立制度 有很大的機率就會被打槍 而且這些老闆會很喜歡說 欸律師啊 如果呢都依照法律來走 那我請律師幹嘛咧 欸你請律師 卻要律師教你違法的東西 我覺得你才奇怪吧 最後通常這些老闆就會去找XX 管理顧問公司 那些公司就會教一些酸漏洞啊 各種扭曲法律的方式 像是假承籃真雇佣 還是上繳公基金的方式 通常就會是這些管理顧問公司搞出來的 台灣的勞工待遇長期不合理 跟這些掛羊筒賣狗肉的XX管理顧問公司 脫離不了關係哦 然後等老闆們遇到勞動檢查 要被罰遣了 或者是被告上法院了 再來找律師擦屁股 這就是台灣的現狀 所以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 真的還是要從大家開始重視自身的權益做起 現在就把你的工作合約拿出來看一看 有問題就去找專業律師諮詢 從這一步開始 讓那些無良老闆的惡行惡莊 無所遁形 好嗎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銀鎮律師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和我的臉書 粉絲按讚 記得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官方LINE帳號囉 我是銀鎮律師 我們下期見 拜拜